陈荣山把小妖和阿念接回来 是 高新王轻叹了一声 目光悠悠地看着门外婆娑的槐花 没有回答阿念所问 只悟自道 念儿 父王知你在埋怨什么 可有些东西需得自己去放下 若自己放不下 即便整个世界与之为敌 他都宽舍不了自己 父王不是不想管 而是父王不能替别人去放下执念 这一切还得靠自己 而你姐姐 是王上一生所珍视的人 父王相信 他虽然因为爱生了心魔 但并不会真心想伤害于他 如果伤了他 他也会被反噬到更多的痛苦 你也要相信王上 他并非普通之人 有一天他总会自己醒过来 你 如果心悦于他 非他不可 耐心等他就好 阿念想起轩辕王也告诉过他 让他耐心地等等枪炫 如今他父王也说着同样的话 难道所有月变世间沧桑 灯灵过风顶的人 所思所想都一模一样吗 而他 还要不要等下去呢 阿念烦恼地叹息了一声 紫金顶的张额宫 小妖坐在同镜前 苗仆正一下一下地为他 梳着满头白发 眼圈红红的 小妖并没有看同镜里的自己 而是望着同镜里的苗仆 欲言又止 半晌 小妖站起身来 脚步沉重地走到外间 从一个挂着铜扣的檀木柜里 爆出了一个白色瓷冠 以及一个小木匣 苗仆 他喊了一声 苗仆盯着小妖怀中的白色瓷冠 紧紧拧起了嘴唇 怕手指颤抖 他轻轻收紧捏拢了手指 苗仆 对不起 我 我把左耳弄丢了 小妖阴雅地说道 他在那里吗 苗仆笑了笑 看着白色瓷冠轻轻地问道 小妖垂眸看了看怀里的瓷冠 仿佛又回到了那天 在幽灵批道上 被打断胸骨的左耳锤 搭着身子挡在他前边 双目冲血 脸上青筋暴突 依然奋力拦杀 许多剑语歌都落在他身上 他挡不住蜂拥而至的叛军 回头对他大喊 我去取那狗贼性命 小姐见机快跑 他几句一声的灵力飞升而起 向着马上的容将军打去 却被三人生生地从半空击飞 如断线的风筝坠落余地 一幕幕仿如昨日 那种肝肠寸断 撕心裂肺游四在心 小妖的身子晃了晃 南南道 对不起苗仆 我 我没有 把佐尔带回来 苗仆抚摸着怀里的佐尔 恭恭敬敬地对着小妖跪下 将装着佐尔骨骸的瓷罐放置一边 伏地而扣 佐尔只是做了她暗卫应该做的事 可小姐一路艰难 却从未丢下过她 苗仆感激小姐将佐尔带回来 让她可以回到苗仆身边 小姐不必难过 佐尔曾说 有多少人能如她一般幸运遇到小姐 若非小姐 她只是决斗场上蝼蚁一样的命运 不知早在什么时候 就已丢了那条不值钱的命 是您当初给了她下戏里的光 也给了她两百多年有尊严的生活 小姐 您将我们待在身边 给了我们宅子 给了我们的家 把我们当作了您的家人 给了我们一百多年自由自在 幸福的生活 这大荒 有多少刀口填写的暗卫 如我们一样幸运 我与佐尔有七个孩子 胡娃与细子 均已娶妻生子 我们这一生已经值了 小姐不当我与佐尔是暗卫 但我们从未忘记过自己的职责 我苗仆 很高兴佐尔是为小姐而死 我苗仆这一生 也只为小姐而活 小妖的眼圈红了 上前扶起苗仆道 佐尔一路都很思念于你 这是她准备送于你的金簪 她一直都揣在怀里 到哪都会拿出来瞧一瞧 她一直都想着要亲自送给你 说到这里 小妖竟再也说不下去 眼里浮现出 佐尔偷偷翻看这没金簪时的模样 在梅城郊外开满野花的树林里 在去封山鬼水路上暂居的小山村中 她斜躺在树枝上 被对着大家悄悄地翻看着 脸上露出微微的笑意 小妖颤抖着 将手中的木匣递给了苗仆 苗仆俯着那匣子 就仿佛佐尔正站在她身边 挠着头 有些羞涩的 笑眯眯地看着她 打开了木匣子 一枚金灿灿的雕花金簪静静地躺着 苗仆用手指抚过那泛着浮光的金色花叶 就好像划过佐尔那只曾经握着金簪的手 她轻轻地 温柔地说道 我 很喜欢 苗仆一直都很平静 她抱着装着佐尔的瓷冠与木匣出了小妖的寝宫 沿着花木掩映的回廊 穿过台阶与永道 回了自己屋子 小妖慢慢走进了那间屋子 在一颗木井花下长久而立 掩蔽的木窗里 传出了一阵阵压抑着的 小声的低气 小妖漠然地转过身 慢慢地走出了张鹅宫 吃力地 一步一步登上了西风 种下的西风上光秃秃的 除了那两棵高大的红枫树 便只有被阳光制晒得亮晃晃的野草 这些草浅浅的也不是茂密 却零零星星地开着细细碎碎的小花 小妖坐到她日日坐过的岩石上 神情倦怠地望着远处翻涌流动的云海 白色的头发在赤亮的阳光下格外刺目耀眼 井 你还得多等我些时候 我现在还不能立刻来寻你 她叹了一口气道 只要一想到你不在这个大慌 我就吸不进气 每天都在不停地死去 究竟要死多少次才能见到你啊 小妖用脚拨弄着自己落在地上的影子 轻轻笑了 井 你知道的 我的心这一生只嫁一次 以前总怕再被谁抛弃 凡是察言观色 绝不会先去付出 也不肯轻易挽留任何觉得会失去的感情 井 你是怎么容忍一个我这样的女人呢 既现实又那么小气 井 如果你看见一个叫西陵九瑶的女子嫁了 一定不要伤心 你的小妖在这里呢 小妖用手捂着自己的心 轻轻叹了一口气 道 小妖是不会嫁给任何人的 她会留着她的心来见你 你 一定要再等她一会儿 不要一失望就急着走了 可好 你若不在 留在世间的便只是一张将死未死的皮囊而已 我总会丢了她来找你的 井 枪炫不日迎娶西陵王姬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大荒 除了青秋屠山市 梅城潭市 青花浦北院士极力反对外 其他世家大族与满庭朝臣竟出奇的沉默 对于墙来讲 西陵王迎娶西陵王姬 实在好过这位王当初 去那一个宣贵妃 一个血统尊贵的王姬 更适合坐上这个国家的后卫 而且 一旦娶了王姬 帝王那些风魔之举自然从此得以平息 免得哪天一不小心又弄出什么惊人之举 总之 总之 这桩大婚虽有些别扭 但从长远观瞻权衡 力大于弊 这也许也是大多数朝臣的想法吧 天的态度非常强硬 坚称其二叔并未发丧 也没有依据证明其已经身亡 王上强取臣子之父 实在是有违伦理刚长 枪炫出乎意料的 对此表现出了宽容 并未因此雷霆震怒牵连处罚 而在这件事上 屠山市也起了纷争 一部分长老认为景 既然已经身亡 虽然急了一点 但王上迎娶王姬并不违反规制 如果王姬自己不反对 青秋屠山市 也没有什么可反对的理由 再说 西颜王对王金魔正般的执念大荒 无人不知 他们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 影响到整个屠山市 毕竟西颜王的容忍 也是有限度的 一旦被激怒 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希望 身为族长的天 能从整个屠山市的利益 与命运考虑 不可一意孤行或极全族 实际上 无论屠山市的态度如何 这桩王婷的大婚 正如火如荼的筹划进行着 天忧心如焚 他不信他婶婶会轻易同意这桩婚事 可张额公风平浪静 并未传出任何异样的动静 天虽然畅网不解 却依然不肯接受 这日 众长老又齐聚于清秋屠山市的大堂内 正待大家七嘴八舌 为这桩大婚争论不休时 家仆送进一张拜帖 称清花浦的北院赤裘建屠山市族长途山天 天大感诧异 清花浦地处偏远 他与北院市并无太多的交集 只知其与鬼方市素有阴卿 天与北院朗道见过庶面 却并不认识北院赤 不知他因何故突然而访